委員好 學長長 剛才在秘密報告的時候不斷的強調說要提升我們國安局收眼的能力 本席也同意 但是收眼能力有短中長期的這個重點是不一樣的 那很清楚這段時間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到底 烏恩戰爭它的一個初步的教訓是什麼 不只是我們台灣 全世界各國從裡面學到什麼教訓 更重要的 因應這個學到的或調整的教訓 會做出什麼樣的政策的調整 這是我們收眼的重點沒錯吧 是 對不對 所以台灣學到什麼教訓大家都討論了 國安局未來一段時間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談到底中國學到了什麼 當然我們知道戰爭還沒結束 他可能還有短中長期的一些教訓 但很清楚這段時間絕對是國安局收集的重點 那我也希望 當然那個報告裡面沒有談到太多了 但是我也不會要求局長這時候告訴我中國學到什麼 但很清楚這段未來一段國安局還有相關情勢單位 收眼的重點也是這個東西 因為局長很喜歡談納許均衡點 要談博弈或賽局之前 一定要了解對方到底他的偏好是什麼嗎 他的一個所謂排序是什麼吧 這也是本席自己在大學研究所交出的賽局理論 也曾經在國安局上過課 那我相信局長這也是這方面專家 知道重點在什麼地方 好 那我今天要問的 因為我沒有像國安局有這麼多機密情報啦 所以我們只能盡可能的從公開的情報裡面 或公開的一些相關的學者專家 官員 前官員的這樣的一個論文裡面 或發表裡面去歸納整理 到底中國從這次的烏二戰爭 學到了什麼短中長期的教訓 這是最近美國重要智庫CSIS 包括John Calvert Mike Green Bonnie Grace 這些都是重量級的中國問題專家 他們得到的東西 那學到什麼東西 局長可以問一下 拜習會後 中國外交部發了一個重要的新聞稿 裡面提到一句話 去年11月我們首次雲會霧以來 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 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面臨嚴重嚴峻的挑戰 世界避不平也不安民 局長 這是第一次中國用這樣的字眼 來描述當前的國際局勢 局長 是 是不是第一次 他常常講這個局勢受到挑戰 我相信不會是第一次 沒有 有不同的用語 他要deliver的東西其實差不多是 對 但是他這邊強調是 上次以來 11月就是上一次拜登跟習近平的會晤以來 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個字眼 坦白講 就像局長講的 之前有一些不同的東西 描述 但顯然他對待國際局勢的看法 開始出現一些重大的調整 好 那這只是一個面向 如果我是 還是教授的話 我會要求我的學生 針對這幾個面向 去蒐集情報 去研判情報 也就是說第一個 你要分析的面向是什麼 第二個 中國原來的認知是什麼 然後經過俄乌戰爭的 這段期間的發展 甚至未來的一個結局之後 到底是確認了中國原來的認知 還是做了一些調整 甚至否定原來的看法 然後學到什麼教訓 最後中國會做什麼樣的政策調整 更重要的 就是你們情勢單位的責任 提供給成峰 或我們國安的團隊 做什麼樣因應的作為 我舉個例子 那個 那個局長 經濟制裁這個面向好了 你認為中國在這個戰爭之前 認為經濟制裁可不可行 能不能達到效果 你覺得 中國的認知喔 首先我非常非常佩服委員 這樣的一個非常縝密的 非常sophistic的分析架構 非常佩服那個委員的功力 果然是出自學界 那其實在北京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認為他們覺得 這個SWIT可能不會落實下來 我相信真正後來德國都加入這個SWIT 這樣一個制裁 有點出乎北京的意料 沒有錯吧 所以這樣的一個原先的認知 經過這個事件的發生之後 他會去調整 他學到教訓說SWIT這個東西 他會怎麼樣的去運作 甚至未來有沒有可以應用到中國身上 然後重點來了 那中國怎麼辦 那麼這一段時間我們也知道 中國一直想透過這個機會 來墊高人民幣這樣的一個 在貨幣準備 化金準備 或者人民幣直接交易 這個這樣的地位 希望能夠擺脫美元 過去一直想 但是這次機會 他想這次更進一步去 擺脫美元的霸權 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剛才講的那些學者專家的討論裡面 或是我從很多文章看到裡面 對核武嚇阻有沒有效的問題 然後中國裡面學到什麼教訓 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中國來講 他看到美國 我面對這個普丁的這種嚇阻 那確實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那中國本身恐怕有一些啟發 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審慎 以前大家認為核武是不可用的 嚇阻這個有限的 還是基本上戰爭是留在一個所謂的 傳統戰爭的形式 可是俄羅斯這一次這個動作 坦白講也是為什麼 美國跟北約國家 不願意直接介入的原因 那這會強化他 原來ICBM遠程的嚇阻力量是有效的 所以中國未來在ICBM的量 從這個數十顆數百顆到上千顆 這可以作為嚇阻美國 建立台海戰士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跟手法 沒錯吧 這也就是為什麼 美國希望他們加入 所謂的核的這個陷入的這樣一個 那俄羅斯也加入也沒有用啊 但是中國一直拒絕去討論這個議題 是嗎沒有錯吧 我現在講就是從國際的形勢 就是權力的平衡 比方說舉個例子 中國過去一段時間一直認為 所謂東升西降 沒錯吧 是 就是西方國家權力篩弱了 這個中國崛起了 但是你認為 這一次的二戶戰爭 東升西降這個概念 會不會有一些調整 會不會挑戰 我覺得就北京來講 他可能覺得這個機會 給他們更讓東升上來 西還是要降 是嗎 他們更有自信 好 那就是我們可以討論了 就是你的研判 跟我的研判未必一樣嘛 對不對 那你國安局 因為他現在所以不輕易出手 他們認為迎來一個歷史的好的機會 恐怕還可以再墊高他們 不管在人民幣交易 不管在貨幣發行準備 不管等等這些 他們認為 這個機會 他們要好好去把握 好像這911事件 那麼改變了美中的關係 江澤民那時候加入反恐聯盟 那麼中國獲取了 這個江澤民獲取了 小布希的好感 那個情勢有所改變 他們去思考 這一次的烏克蘭戰爭 或許是另外一個911的 一個事件 給他們一些機會 OK 好 又比方另外一個面向 這個所謂台灣的防衛的能力 capability 跟他那個決心的部分 resolve的部分 你覺得 從惡物的戰爭過程當中 他覺得 中國會覺得更有信心 還是覺得更謹慎 來發動對台的戰爭 我想他會更謹慎 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戰爭 美軍沒有介入 那麼 因為怕這個所謂第三次的大戰 另外一點 他基本上 基本上都幾乎 都是介入 包括整個的Data Link等等 那麼他們 美國跟烏克蘭 沒有烏克蘭關係法 他都可以介入到這種程度了 何況 台灣關係法 現在拜登政府 一直把他拜在前面 有人說他是國內法 你不管什麼法 他有所依據 有法的依據 他就可以有行動了 OK 所以這一部分 只給對岸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相信有很多的歧視 就是沒有烏克蘭關係法 都可以這樣的 有台灣關係法的話 那更介入會更深 局長知道好不好 因為我自己也在填這個表 是 我只能就我自己 可以掌握了公開情報 或自己的研判 去填這個表 我也希望國安局 有類似這樣的 不見要照我的表啦 至少把自己名相 作為你們情說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有不同意見 不同的旗幟 不同的判斷 那就是要討論的地方 是 那透過這個東西才能夠分析 到底中國現在怎麼想 因為你不斷講賽局 賽局很重要就是 我們認為中國怎麼認為 我們他們怎麼認為 這種戰略互動 一定是最基本的 就是來自於你的情報的 研收能力 是的 那這一塊大家一起努力 尤其是你們是 政府的情報 研收的 研判的單位 這個 這樣的一個分析 絕對是有必要的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羅志正羅委員 來舉張請回 好 接下來我們請